大家好,我是唐莉儿 今天我们来做梦幻迷人的彩虹蛋糕 这款蛋糕色彩绚丽,看上去特别的美丽迷人 整个制作过程也是非常的享受 下面我们分两步来讲解 首先,隔水融化50克黄油 加入50克白糖和1克食盐 搅拌后,打入五支鸡蛋 将鸡蛋打散后,我们来加入300克普通中筋或者一丁面粉 这个过程是用来调制颗粒底的面糊 为了使调出的面糊减少颗粒 我分三次加入了300克面粉 每加一次,像这样搅拌一下 当加到第三次的时候,如果感到面糊有点干 就可以开始加鲜牛奶了 一共是600毫升鲜牛奶 你可以一点一点的粉刺加入 直到将面糊搅拌成你需要的稀稠度 就像这样,边加牛奶边搅拌 当你摇起面糊 面糊会挂勺,而且成这样的流动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将调好的面糊过筛两次 以保持做出的可力饼细腻光滑 这是面糊的吸收度 将面糊覆盖静置10到15分钟 然后取出 将它们分成六档份 每一份大约是240克 有这个小杯子,一杯是80克 我舀了三勺 分别调制成不同的颜色 然后锅中薄薄地刷一层油 舀一勺面糊 像这样做成一个圆圆的可力饼 看到面浆变得透明的时候 立即翻面 翻面后不超过10秒钟 一张可力饼就做好了 每一种颜色的可力饼做三张 你可以一次性调好六种颜色的面糊 每种颜色三勺240克 也可以像我这样 一种颜色一种颜色的调制 烙好三张后再调制下一种颜色 现在是黄色面糊用同样的方法 做出三张可力饼 三张黄色的可力饼做好之后 我们来调制橘黄色面糊 同样是240克 烙出三张橘黄色可力饼 用同样的方法每一种颜色烙至三张 然后将做好的可力饼晾凉 一定要凉透 粉色的做好之后是紫色 你完全可以根据你喜欢的颜色来调配 我分别做了黄色橘黄色绿色蓝色粉色紫色六种颜色 接下来我用了一个六寸模具的外延 将做好的可力饼每次不超过六张 像这样切成一个东西 黄色和蓝色切好之后 我们来切橘黄色 你可以三张三张的切 或者最多不超过六张一起来切 如果太多的层次 边缘不容易光滑 六种颜色的可力饼切好之后 我们来进行第二步 铺奶油组装蛋糕 可以用剪刀修整一下边缘 这是500毫升Vaping Cream 把它倒到这种皮中 蒸三次加入五克白糖 蒸下先搅拌 蒸汤炒到中方大约1分钟左右 奶油就打发成了这样有纹路 比较硬实的奶油霜 提前将切好的可力饼 三个一组将颜色分配排列好 然后一层一层的抹上薄厚均匀的奶油霜 像这样整齐的落起来 直到把六种颜色的可力饼全部铺满 粉色铺在最顶层 涂好之后用刮刀将四周涂抹整齐 最后用保鲜膜覆盖 放入冰箱冷藏区冷藏30分钟到1小时 冷藏过的蛋糕切起来会比较容易不容易打滑 你可以撒上一点糖霜 最后用剩余的奶油霜在顶部装饰一下 糖霜会很快融化 最好吃之前再撒 切一块看看 哇 梦幻的颜色是不是非常的迷人 这款蛋糕层次分明 七彩的颜色看起来非常的迷人 口感特别的绵软 你只要见过这款蛋糕一次 一定会按耐不住的想试试 而且按照这个步骤来 你一定会一次成功 喜欢就动手做起来吧 谢谢收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